普丁不一眼了 独裁政府会走向何方呢 带你们快来看 嗨 大家好 我是鲤鱼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独裁者 聊聊普丁他最后的下场会如何 听起来怎么这么恐怖啊 好 为什么要特别今天来谈普丁呢 我们来看普丁最近已经宣布了 他要接下来继续参选 明年俄罗斯要举办的总统大选 但是又有一说 因为在打仗还选什么选 而且他们的一个俄罗斯的高层直接讲 那既然普丁当选的几率 大概有九成那么高比天高 那有一点不想选就不用选了 你就直接动算 直接当选就好啦 这个总统大选好像就不用脱裤子放屁 还要办花劳民伤财的 反正普丁还是会当选 你这样讲好像也是颇有一番道理 但是看在民主国家眼中就觉得不行 就算你获胜率高达九成 你还是要办一场民主选举 公平公正公开对不对 好 那这个普丁宣布要选啦 但现在这个俄罗斯已经有一些声音觉得不用选 反正你直接当就好了 反正选来选去还是你嘛 OK 好 那他当了的话将会是他第六任的总统任期 好 这个总统一任接着一任一直当 都会当完这个再继续继续继续 好 你要说他是独裁政权 应该没有人会反对了 而且呢 在今年接下来九月份呢 其实俄罗斯他们还要办一个他们的一个地方区域的一个选举 那会选他们地方的手掌 也会选出他们地方的议员 好 那当然在俄罗斯 这些应该都是只是一个仪式上的感觉 因为选出来反正大家会拥戴普丁的嘛 好 那这是在普丁他就会继续掌权 那于是乎呢 现在俄罗斯内部大家都挺他吗 很妙喔 因为呢 最近俄罗斯内部呢 出现了一本书 大热卖 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一定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这本书叫什么 这本书呢 是一个政治评论员他所写的 这本书的名称叫做政权的终结 他要介绍欧洲三个独裁政权的一个结束 好 你听会不会觉得这本书不是应该禁书吗 俄罗斯居然容许这本书 而且他热卖畅销热卖到爆炸 他现在已经到第四刷了 这个引发了这个大家热烈讨论啊 每个人都说我没有引设谁 我不是在讲普丁 我在讲的是这些欧洲其他的独裁政权 好 那他讲哪三个独裁政权 西班牙 葡萄牙跟希腊 所以呢 大家热烈讨论独裁政权到底会如何灭亡 然后呢 你说你在暗示普丁 然后他说没有 我在谈论这本书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 这三个独裁政权各自是如何灭亡 那普丁很可能会像哪一个 OK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三个国家 先看西班牙 西班牙呢 这个非常有名的独裁的 独裁者的一个领袖呢 他叫做弗朗哥 弗朗哥这个人非常有趣喔 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很穷 然后他长得非常瘦小 所以一天到晚被霸凌 然后呢就想说可恶 我一天把我被打 被踢 被揍 他说可恶 我要去当军人 所以他就从军 从军了之后呢 他真的非常有他军事的一个长才 他就一路的平步青云 刚好呢 他也被派到了非洲的 这个摩 摩纳哥这个地方 摩洛哥这个地方喔 那他在摩洛哥这个地方呢 因为非洲很不平静嘛 所以那个地方一天到晚就打仗 打仗 打仗 那他就是从实战当中 训练出他是一个军事领袖 他一路啊 因为战场喔 常常啊这个你的 呃这个长官死掉 你就顶上去嘛 所以他一下子一下子 喔很厉害喔 一下就变成全西班牙最年轻的将军 好然后呢 他就被调回了这个西班牙了 他就变成一个最年轻的将军 那个时候啊这个很小 很瘦弱的 他已经不是不日 不是同日可雨啊 变得很强壮 很壮啊 哎呀帅气 而且呢我这个在战场当中啊 我的战功标柄 大家都崇拜他 觉得哇这么年轻的将军 哇好帅喔 眼睛貌猩猩喔 爱他 好那乱世当中的枭雄 就这么 异军突起了好 好然后呢 马昂哎这个过了几年之后呢 他就夺权 好夺权之后呢展开了他 他36年的一个掌权的一个生涯 他的军政府呢 有人说他真的是很不得了 在他掌权期间 他用了空前的残暴的手段 他在这个呃整肃一己 跟他这个意见不同的 你就小命不保 然后据说在他这个掌权这36年当中啊 总共呢在他的手中丧失了人命 哎不得了 高达数十万人 只要是不听他的 呃跟他这个有点意见的 呃然后呢跟他意见相左的 然后你都是这个直接去天堂 再重新投胎 啊投胎一个乖乖的来 哈就是这样 那他最后最后他是怎么灭亡的呢 最后呢人家也算是这个病死的啦 所以病死呢 他还在掌权过程当中 直到他死亡之后呢 呃这个才看到有民主政府 开始重新的这个回来 然后让这个西班牙民主化 所以呢他掌权到最后 这是西班牙弗朗格 非常知名很残暴的一位独裁者 好那另外呢 书中他讲另外一个例子啊 叫葡萄牙 葡萄牙也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独裁者领袖 叫做萨拉查 萨拉查这个人很传奇 因为当初他是一个神父 你说神父啊 是要天主啊 啊这个天主啊 天主不是应该要 哎神爱世人吗 哎他怎么会独裁者呢 他神父 然后后来他是经济学家 政治学家 他一路呢 就开始从政了 那从政之后呢 他又对现在的一个领导者很不满 所以后来他就夺权了 一样啊 军政府夺权 然后呢 就开始建立他一个新的国家体制 然后呢 他就一个人独大 一党独大 他就开始他的独裁统治了 然后呢 他独裁统治 哎刚好也跟刚西班牙那位一样 三十六年的时间 但是啊 他最后是如何终结他的政权呢 有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 那就是呢 他曾经在他快要 这个过世的前几年 他有一次啊 他去躺吊床 本来是很舒服的 在那个地方躺吊床 就一个摔下来 撞到头 撞到头之后呢 就哎呀 头受伤了 里头有鸡血 鸡血 所以呢 他就昏迷 然后昏迷了之后呢 昏迷了好长一段时间 昏迷两年 然后大家都以为说 你这个人可能就不行了 就昏迷植物人 所以呢 这个政权就转移了 就慢慢的转移 然后开始要有民主进程 但是啊 这个人啊 大难不死 昏迷两年 居然神奇一般出现奇迹 他醒来了 他醒过来了 哎呀 这下尴尬了 好尴尬了 怎么办呢 人家都已经开始 慢慢要转向民主了 他怎么办 呃 醒来之后呢 他的那些 呃 身边的一些 这个他过去的这个属下们 就心疼他 觉得他以为自己还是独裁者 但是有一天醒来 人是全非啊 这这世界变民主了 大概如何是好 所以呢 就开始骗他 怎么个骗他法呢 把他的办公室呢 维持的一模模一样一样 然后呢 他在那个地方独裁下命令的时候呢 大家还是一样 唯唯诺诺 事事事好好好 没问题交给我 然后呢 还印假的报纸 假报纸上头每天头条都是 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领袖今天做了什么好事 我们的领袖下了什么命令 一个骗他 他就自以为自己还是那个独裁者 然后就这么骗他 然后骗了呃 这个不久之后呢 他又过世了 所以呢 他最终是很温馨的 很温馨的状况底下 以为自己还是独裁者 上了天堂 而是下了地狱 好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是 葡萄牙的这位很传奇的 萨拉查先生 他的独裁生涯 最后终结在 他在受骗上当的状况底下 呃 这个完成了他的政权转移 喔 OK 那再来一个 我们看希腊 希腊呢也很特别 这也是一个这个上校军政府夺权 但他夺权的一个时间比较短喔 而他夺权的时间没几年 短短六七年 最后是被他自己的亲信 他的亲信呢 欸 将他给软禁起来 让他都是毫无这个这个感觉 警觉性 因为就是我的亲信啊 突然有一天呢 就把他抓起来软禁 然后呢 就把这个权力呢 欸 转交给一个流亡海外的一个政治家 回到了希腊来建立了一个民主政府喔 所以呢 你看到了这三大 呃 在欧洲的一个这个独裁政权喔 最后有不太一样的终结法嘛 对不对 有这个欸 傻傻的被骗的喔 有这个生病的 但他最终还是掌权到最后的 那有的是这种被踢下台清算 然后到最后关到牢里去的 那你说普丁会是哪一个 嗯 可能哪一个都不是 欸 不晓得他会是哪一个喔 但是呢 我们来看普丁目前的状况 目前的状况你会说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呃 西方国家大家都是 大家都挺乌克兰 然后呢 欸 这个大家也都制裁了俄罗斯 但俄罗斯真的是挺到现在 你说他经济有被打趴吗 我们来看数字 他经济没有被打趴 他的经济呢 我们看最近有一个叫做PPP 那是什么 那叫购买力评价喔 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 他去评断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力 好那这个国家呢 他的经济力俄罗斯 全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欧洲最大 你说欧洲最大 德国在哪里 德国居然比不上俄罗斯 你就知道在俄乌战争当中 我们常常之前都跟视频当中跟大家分析 最倒霉的是欧洲这些国家嘛 他就是官他屁事 然后他还要去帮乌克兰 然后花一大堆钱帮他 然后呢 自己要蒙受一大堆的通膨 然后经济的摔退 然后倒霉到要死 然后呢 到底是官他屁事 好那现在看起来 德国呢 被俄罗斯挤下去 德国现在呢 是欧洲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用PPP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俄罗斯他是第五大 欧洲最大 再来呢 我们看到了在俄罗斯 你说他没钱吗 人家卖油赚多少钱啊 好 我们看到他的钱 他的军费支出 在去年呢 总共是上千亿元欸 你说他没钱 他还有这么多钱 在买武器 继续制造武器欸 你说这场仗要打到什么时候 这场仗应该会继续打下去 因为乌克兰现在呢 虽然说我大张旗鼓的 我要来一个大反攻 但是他的大反攻 其实是处处受限 乌克兰最近呢 他发下好语 他说8月24号 乌克兰的独立日 他要针对莫斯科来一个大轰炸 最近呢 其实这个乌克兰呢 他常常出动无人机 敌后 他到这个莫斯科去到处炸 那到处炸这件事情呢 乌克兰人当然就大块大块人心啊 你欺负我 我欺负回去嘛 就炸到你本土去 但问题是 炸到俄罗斯本土这件事情 其实呢 并不被西方国家所容许 所以呢 乌克兰常常要说 那我不知道 不管我是 不是我 为什么 因为其实呢 当初这些西方的国家 他们在军援乌克兰的时候就讲过了 我可以军援你武器 让你保护自己 但不是让你去攻击别人 不是让你去打到俄罗斯本土 因为一个不小心擦枪走火 可能会变成世界大战 所以呢 这个乌克兰他想要敌后 想要去这个打莫斯科 但他不能够大张旗鼓的说 我今天要打莫斯科 因为你这样一来你就打到俄罗斯本土 变成你侵略人家是这样吗 你是想要整个全世界跟你一起陪葬吗 所以呢 其实乌克兰他现在呢 也只能在乌东这些地区 被俄罗斯占领区这个地方 去把他的领土要回来 但是如果他哪一天他想要再进一步的 他要反击到俄罗斯本土去 那可能是西方国家所不容许的状况 所以呢 这才会是说 乌克兰虽然是要反击 但是其实他有很多的限制 再来一个就是 普丁他可能不会有那么不好的一个下场喔 因为中国在挺他 我们来看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友情 最近有这么样一句话是 习近平跟普丁共同发表的声明 他们这样讲 他说啊 两国的关系无止境 合作无禁区 所以呢 他们是不往上封顶的两国关系喔 那你看到其实喔 即便是俄乌战争还在打 但是呢 俄罗斯却分出了很多的军舰 跟着中国的军舰 组成了一个高达11艘军舰的联合舰队 他们去寻翼北极 好 他们在这个北极海这个地方啊 这个来来去去 而且到阿拉斯加 到阿拉斯加美国很紧张 你来到我家门口想干嘛 然后呢 也出动他们四艘军舰去监控 出动了飞机去监控 那当然啦 这个联合舰队啊 这个中俄之间联合舰队 是没有直接来到了美国的领海 但是从旁边过已经让美国好紧张 美国说 欸 你到底想干嘛 不要这样子吓我 我会胃痛 好 所以呢 你就看到了这个中俄的舰队 其实现在联手在这个北极这个地方啊 北极圈 呃 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啊 好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看到了 俄罗斯因为受到了这个西方的经营制裁 他拿不到一些高端科技 他拿不到晶片 但是偏偏奇怪了 为什么俄罗斯还是可以做导弹 还是有办法对准 他还是有办法做武器 其实呢 背后被拆解 逆向工程之后都发现 呃 应该是中国在支援他 中国给了很多的晶片给俄罗斯 或者是用什么样第三方的方式转卖 转卖进了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还是拿得到很多这样的一个东西 去做他的武器 然后继续的在攻击乌克兰 所以呢 这个都是我们看到 这个西方说我抓到了 我有证据等等等等的哦 再来一个呢 就是双方 呃 中俄双方呢 其实他们的外长还是持续的 持续的频繁的在通话的 所以呢 感觉啊 呃 这个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啊 如果俄罗斯失守的话 哇哦 那不得了了 接下来是不是变成中国首当其中 要在这个地方去面对这些北约国家 所以呢 呃 这是呃 中国一定会挺俄罗斯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否则吐死狗烹怎么办呢 呃 这个两国之间 这个无上限的关系啊 一定呢 是要好好挺住的啊 因为两国现在都是被西方制裁的国家 所以也算是心心相惜啦 这个兄弟啊 这个大家好好互挺 不然我们不挺的话 还谁挺我们呢 所以呢 你看到了这个是独裁者这本书啊 最近呢 在这个俄罗斯大卖 但是呢 普丁真的会落得跟这些独裁政权一样的下场吗 如果有中国挺 嗯 他应该是不会有那么凄惨的下场了 那当然呢 事前的事情的一个发展会如何 我们会持续帮大家做关注咯 呃 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一个内容 希望你喜欢咯 我们下回见 拜拜